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兔子想用积木蓋房子 蓋到一半的時候 蓋房子 小兔子我覺得 你應該要用那個圓柱 好 蓋房子 然後還要有門呢 又有門喔 那現在我覺得 你應該要堆高一點 這樣才會住的比較多人 那我要堆在哪裡呢 這樣可以嗎 沒有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好好 而且我覺得 你應該要有尖尖的這個 要尖尖的 要這樣啊 可是我覺得這樣可能會倒耶 每個房子都有尖尖的 你沒有尖尖的會很奇怪 好…尖尖的… 這樣子我真的覺得好可酷喔 這樣嗎… 怎麼了… 我的房子又倒了 還是倒了 這是我告訴他 好… 小兔子 那到底怎麼有回事啊 我不知道 大家都看到小兔子的房子倒了 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先歡迎今天現場的好朋友們 幸福專家洛美老師 大家好 雷洛美 太平洋研究潛能發揮講師 也是親子教育專家 慧玲老師 王慧玲 台北市西元國小教師 善於傾聽並幫助孩子 表達自己的心聲 嗨 還有六位寶寶媽媽代表 可愛的小朋友們 是哪一個學校的啊 中和國小 好 中和國小小朋友 你們覺得為什麼 小兔子房子怎麼會倒 你覺得 好 明婷 我覺得因為小兔子 他接收太多人的建議 他不會先去思考那個建議 是好的還壞的 所以才會害房子倒就對了 燕喜覺得 我是覺得應該要堅持自己的主見 如果你覺得別人比較好的話 你就要思考你看別人的哪一個 比較好就可以聽他的 參考他的 看有沒有什麼 那個會不會倒 那為什麼小兔子 他要一直這樣接受別人的意見呢 因為他不會當自己的主人 所以他是 誰是他的主人 他就是覺得那個 大家的意見都比他的 自己的意見更好 所以才會這樣 其實在班上喔 他很容易發現說 孩子不容易表達想法的 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就是 他完全沒有想法的這種孩子 對 完全本來就沒意見了 對 他就是以別人的意見為意見 完全打安全牌 那第二種就是他有想法 但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那第三種就是他非常有想法的人 我在班上很容易看到 一般不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其實大部分都是低成就的孩子 因為他就是安全 我看別人舉圈我就舉圈 舉他就舉他 選一號我就選一號 這樣我都沒有責任 因為老師你不用再叫我 別人大家都一樣 而且我也不用承擔責任 所以看到大部分都這種現象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 讓小朋友們再想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自己的主見呢 為什麼要堅持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要 如果你都一直聽別人的主見 你自己都沒主見 別人不能幫你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幫自己了 你也想到以後的事咧 好 來… 就是自己要有想法 不要都沒有想法 就是如果老師 只問你一個人的話 你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都沒有別人 只有你一個的話 你就糟糕了是不是 好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開始 從你們自己生活的環境裡面在想 但是你們嘴巴裡面是這樣說的 但不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是這樣 老師 測驗他們的潛意識 好 好 來喔 我們來看看 這個有趣的一個測驗 當你走進叢林 你第一眼會被哪一種動物吸引呢 A 獅子 B 孔雀 C 無味熊 B 貓頭鷹 結果統計 獅子7票 孔雀6票 無味熊9票 貓頭鷹3票 究竟每種動物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趕快來聽聽專家的解答吧 老師 從誰開始 要不要從最小的 主見指數 百分之二十 其實貓頭鷹是非常有聰明的動物 他非常有腦子的 對 他很善於思考跟規劃 但是他的缺點是他很謹慎 他很小心 而且他是個完美主義者 所以他不太願意去嘗試 因為他怕失敗 所以他很謹慎很小心 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結果都偷偷拉拉就變成沒有主見 有兩個 保證好嗎 原來是這樣的人 好 不過本來 這個就是要測你的主見指數 這是潛意識喔 好 再來一個 老師 下一個 烏尾熊嗎 下一個烏尾熊 好 烏尾熊 剛剛學烏尾熊的人 打選我看 有五個小朋友 他有大人 好 四個大人 主見指數百分之四十 烏尾熊呢 他是很喜歡和平的動物 他很有耐心 是非常善於傾聽的 他也不喜歡環境有變化 是 所以最好不要他來做決定 好 人家來做就好了 但是一旦人家做了決定 他是一個非常執行力很強的人 而且他很牢靠 很值得信賴 適合當軍師的人 是不是這樣 好 再來 我看這個 孔雀嗎 老師 好 孔雀 百分之六十足見指數 好 剛剛選孔雀的人 我看 剛剛有六個小朋友 一 二 三 六個耶 百分之六十 老師 孔雀是怎樣 孔雀他們的分析力很強 他們是非 善惡分析很清楚 他們也滿愛表現的 所以他可以做主張 可以做決定 但是呢 因為他非常注重人際關係 他也不願意得罪人 他喜歡人際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當他碰到強者的時候 他會follow他 他會願意讓人家去做主題 可是如果選孔雀就表示 已經還不錯了對不對 還不錯 已經滿有自己的主見了 還不錯 好 那最後就獅子 惠妮老師你剛剛選哪一個 我獅子 我獅子 老師你選哪一個 獅子 我非要說獅子不可 兔子 你剛剛選哪一個 我選獅子 因為獅子會吃我 我當然第一個看到他 對…第一個看到他 對…我看獅子 百分之90啦 老師 對 獅子他有 他很果斷 他有魄力 你看 而且他喜歡挑戰 他也不怕失敗 所以說失敗對他來講 沒有關係 那再試一次… 所以他會一直的嘗試 直到成功為止 剛剛好像沒有人選獅子 好不好 所以你 我們已經在社會磨練下 成為一個 peaceful的人了 是不是 所以老師潛意識 就是裡面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 當然我們至少希望大家 從60開始慢慢往上走 對不對 越來越有主見 好 那為什麼有主見這麼重要 要告訴你們 我們要討論了這麼多 為什麼 老師 剛小朋友都已經有講了一些了 他說因為 他以後到另外一個環境 不見得有同樣的同學 或者有父母在身旁 可以幫他做決定 所以他必須要自己能夠 有一些想法 能夠自己做一些判斷 然後呢 剛才也看到小兔子的故事 他假如每個人意見他都聽的話 那房子永遠搭不好 永遠蓋不起來 所以他一事無成 然後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對 所以呢 假如說我們可以幫助孩子 讓他們經歷過一些失敗的經驗 但是他沒有經過這個 失敗的經驗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下一次如何去避免 如何去準備下一個成功的例子 所以慧玲老師 從教學現場你的觀察是 其實小孩子沒有主見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我們在教學現場 其實會幫助小朋友 去發表他的建議 那有些小朋友他就不敢 在公開的場合發表自己的主見 其實這個時候他可以透過 譬如說私底下 或是透過紙筆 而不是透過口頭 再來就是 對於那些沒有主見的小孩 或沒有意見的小孩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小組的討論 他會提其他小朋友的建議之後 由他來說明 他就變成一個 可以陳述別人建議的人 那他將來呢 也可以陳述他自己的建議 好 說到這裡 觀眾朋友有沒有想到擔心的事 要問老師的 像小孩子在家裡面 他可能就是習慣依賴 那像我們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嘗試說 給問他的意見的時候 他們一定同意跟我們答案就是說 我不知道啊 你這個爸爸媽媽決定就好了 那久而久之以後 變成說我們就不會習慣 去聽他的意見 可能就是說在家裡面就是說 就由父母心來做主 那可能會常常會發生這種情形 對 那父母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學習用開放式的問題 你覺得這樣子怎麼樣 你認為應該怎麼做 而不是說你要不要這個 還是要不要那個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說yes no 他就可以就不用去思考了 就是深論題 對 不要是選擇題 對 或者是說 譬如說你今天在學校 學校好不好 考試了沒有 有沒有聽話 那這都是像質問 yes or no的答案 但是你說今天上課 最有趣的是什麼事情 讓他有機會去講去思考 然後呢 他假如講出來 我們要有耐心聽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說大人要耐心傾聽 孩子也要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喔 現在我們就先來了解一下 孩子沒有主見的原因吧 專家表示沒有主見的孩子 依照個人特質可以分為以下五類 一 怕得罪人 二 沒有自信 三 有過不好的經驗 四 容易被影響 五 不敢承擔責任 怕得罪人 那可能是因為在教養的時候呢 父母常常講說 他要強迫孩子聽話 然後呢 尤其假爸媽 常常把他跟別人比較的話 你為什麼不像哥哥一樣聽話 你為什麼不像隔壁的小明一樣 你要學學人家聽話 太強調聽話這個 所以他們就說 什麼話我都要聽 我就變成自己沒有主見了 或自己沒有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是沒自信的話我看 那這可能就是因為 因為過度的指責跟批評 或者是說 平常也就習慣講說 你怎麼不用用腦子 你怎麼都不用用你的腦筋 你怎麼這麼不聽話 你怎麼總是聽不懂 要告訴你多少遍你才聽得懂 我都沒有見過像你這麼笨的小孩 有聽過爸爸媽媽 講過類似的話的人打圈 為什麼這麼果結就打出來了 好 那再來 有過不好的經驗是怎樣 老師 然後就是因為可能家長 經常性的恐嚇或的威脅 經常性的恐嚇或威脅 不過這也是我們常用招數之一 可是假如更好的方法就是說 你應該肯定孩子的努力 跟他的勇敢 你剛剛有嘗試你很勇敢 媽媽看到了 爸爸看到了 覺得你這樣子很好 那OK 那結果是 可能是不如意的結果 那我們下一次應該怎麼做會更好 好 麻煩我就說你下次再這樣 我就絕對不會怎麼做 你再這樣我們就不要出去玩 有沒有過類似這樣 就是那個每次考試前的時候 媽媽都會說 如果你這次再考不好的話 以後都不能玩電腦 這個句子也蠻熟的 以後都不能玩電腦 好 再來一個 容易被影響的小朋友是為什麼呢 你看 可能他們 思覺孩子的想法 是 可能大人常常會講說 小孩有耳沒有嘴 講那麼多幹什麼 誰問你的意見呢 聽我的話就沒錯 爸爸媽媽比你有經驗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多聽他們的想法 也鼓勵他們去嘗試 去說出他們的想法 也許他們的想法 有可能比我們的好 或者是我們不要低估了他們的能力 好 那大家再看來 不敢承擔責任 這就是我們最擔心的 我們最怕小孩變這樣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我看 不讓孩子表達意見 就老師你剛剛說的那樣 是啊 不要讓他們表達意見 然後說你聽我話沒錯 然後就說後果你自己負責 如果說後果你自己負責 但是是很平靜很穩定的情緒說 那你要為你自己負責任 就可以比較好 可以 但是那個過程 你就可以帶領孩子一步一步的走 說你選擇這樣子的 你選擇這樣子的行為 那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OK 那你要不要承擔這樣子的後果 你覺得這樣子的後果好嗎 你可以這樣子帶領他們一步一步 然後最後其實常常他們會說 我懂了 都不需要你講 也不需要你教 但是帶領他們經過這個思考 這個分析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好 老師 那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讓小朋友表達他們的主見 試試看 好 我們有一個準備喔 你知道圖畫中的童話故事 是哪一個故事嗎 灰姑娘 要性行事 很好 對 那我們就是在講說 我們的學習有六個階層 對 那我們現在簡單的講就是 一個是知識 知識跟理解 就像我剛剛問說 這個是什麼故事 答案是灰姑娘 你知道灰姑娘叫什麼名字嗎 Canderella Canderella 對 很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知識 就是背的 但是我們常常要求孩子 成績好 就只在這裡而已 到這邊只是暖身而已 還沒 成績好它只不過代表 它可能很會背書 很多知識 但其實下面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後母不讓灰姑娘 去參加舞會呢 因為她沒有把駕駛做完 她想要讓自己的女兒去參加舞會 不想讓那個 不是她女兒的人去參加 她的 老師 這樣就看得出來 大家想法上的差距了嗎 是… 妳就會更深層的去研究去分析 是為什麼 因為不見得有些故事 她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但是她有表達出來說 因為她自己有兩個女兒 她不想這個Sanderella 把她的女兒風采搶去了 也不想王子選上 對 表面看起來好像是 她事情沒做完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她希望自己的兩個女兒去參加舞會 假如你是後母 你會讓灰姑娘去參加舞會嗎 一環不讓她去耶 其他都會讓她去 好 我要知道 為什麼妳不讓她去 一環 因為她沒有漂亮的衣服 她沒有漂亮的衣服 所以妳不要讓她去 那她如果準備了漂亮的衣服呢 拿著 喂 妳就會讓她去了 妳的原因是這樣 很特別 好 還有誰 因為我覺得 雖然她沒有媽媽或爸爸 可是她還是人 也是一樣可以娶啊 好 樹兒 為什麼妳會讓她去 因為既然她爸爸都把她交給後母了 那後母就應該要 對她為 就 就跟其他人一樣 對其他女兒 就應該對灰姑娘是一樣好 是不是 對 所以這就代表他們已經開始理解了 也懂得分析了 那個真的是 就比較更深層的一種學習 所以老師 如果一起看一個故事 然後看完這樣討論 也是練習小孩培養主見的方法 是 我一直教家長給小孩子 念圖畫書的時候 中間可能要停下來 要問他們一些問題 讓他們去思考 而且中間有一些討論 而不是被動的這樣一直接受 這些姿勢 如果妳是灰姑娘 後母不讓妳去參加舞會 妳還是會去嗎 如果不去的話 可能會終身遺憾 所以怎麼樣都要踏出這一步 對啊 打破那個門 怎麼樣都要衝出去 對啊 好 我了解 那芸妮呢 芸妮也堅持 我自己的想法就要去嘗試 也不錯 好 我來彥琦 妳是男生 妳為什麼要去舞會 好啦… 如果妳是 拿著 如果妳是Cinderella 妳為什麼一定要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會感覺 心裡就會感覺 她好像有點偏心 為什麼她可以去 我為什麼不能去 妳是為了賭氣 所以妳非去不可 對 怎麼樣我也要衝著去 讓妳嚇一跳 妳是賭氣來著 好 但這也是妳自己的主見 好 我懂了 水老師 他們已經想了蠻多的 是啊 這個忠仙遺憾 不去就可能沒有機會遇到王子 是不是 你覺得灰姑娘的故事情節 有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12點就魔法消失了 對 為什麼 那如果是妳 妳要幾點 還是妳要怎樣 妳要延後一個小時是不是 好 這是妳的想法 好 來 明廷 明廷 什麼地方怪 就是進來要玩 進來要玩就好好玩 要不然就不要玩 為什麼一定要12點 要不然就開派對 然後就玩到凌晨再變回來就好了 所以妳永遠都可以嗎 對啊 一輩子都不要變回來 最好 怎麼一直跳 我跳到跳一輩子 好… 小兔子… 小兔子 就是那個 為什麼玻璃鞋沒有消失 為什麼玻璃鞋沒有消失 為什麼沒有消失 對 好 為什麼玻璃鞋沒有消失 好…佳馨… 因為她自己 她最後沒有把鞋子穿回去 然後就掉在半路上 然後只要在她身上的就會變回來 沒有在她身上的就會變回來 所以妳覺得這個是有解釋的 對不對 好 還有誰 有想到什麼不合理嗎 為什麼一定要照這樣 葉來葉齊 好 世界上根本就沒有 社會上也沒有 是不是 誰想的啊 是不是這樣 好 我瞭解妳的意思 好 好 請說…來 沒有 就是那個 最後不是要去那個 給她試穿玻璃鞋嗎 對 可是全國人那麼多 怎麼可能那麼快就找到了 對 老師我覺得他們現在頭腦應該發光了 對啊 因為一直在想這整個故事 所以懷疑這個故事本身 也是一個培養主見的過程 我沒想過 都很好啊 都很好啊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尋求答案 而且也不見得有標準答案 是不是 但是這個過程刺激他們腦力 他們在激盪 他們在想 那這個就已經很好了 是不是 那我覺得玩這個遊戲 讓大家好像就更有主見 也更有想法了 好 說到這裡呢 就請惠玲老師 針對小朋友培養主見這件事情 給我們重點提醒 各位可以發現 剛才在討論這個童話故事的時候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熱絡 可見呢 其實要培養小朋友 這個有主見有意見的訓練開始 可以從他們有興趣的地方 然後開始著手 好 第二個呢 也不要呢 特別安排一個時間說 再來抒發自己的意見 像孔子跟他的家 來啊 來 主見這樣 可以在平常逛街的時候啊 去接他下課的時候 在路上走一走 那其實家長要有那種觀察的能力 你才知道你要跟你小朋友 講些什麼東西 然後他才可以抒發他自己的情感 所以其實呢 要給小朋友機會 要給小朋友多練習 這才是讓小朋友可以 掌握自己意見最佳的方法 喔 對 好 路美老師給我們重點提醒 是 那我們剛才經過那些練習 都知道說 我們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是很重要的 然後自己在腦海裡面練習 熟能生巧 所以我們從小事情開始做決定 而且父母也要讓孩子 從小的地方讓他們做決定 讓他們覺得他們有一個成就感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有參與 而且這個決定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那他後來執行起來 他就會比較甘心情願 然後加上說萬一做錯的話 他就知道說他以前做錯什麼 那父母也可以引導他說 那我們下一次應該怎麼做 會做得更好 喔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的孩子 能夠成為一個有意見不搖擺 有主見又不固執的人 但這就是不斷的從小到大 累積練習的旅程 所以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去看看書 聊聊天 慢慢培養彼此的主見囉 祝福大家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的積木房子蓋不起來了 因為我就是沒有自己的主見 如果我聽大家的意見都先聽起來 然後自己再整理出一個想法 我就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 把房子蓋起來囉 原來是這樣子啊 所以有自己的主見真的很重要呢 好 原來幸福有一份聯絡簿 記錄生活天地不馬虎 用心捧出花草玉露 簡單的快樂收心我的主 原來幸福有一份聯絡簿 歡迎你隨時登入 生活不一定需要忙碌 簡單的快樂就是最大財富 簡單的快樂就是最大幸福 簡單的快樂就是最大幸福